怎么能是美特斯邦威 他皱着眉头进了店 没有一件衣服入眼 哎呀 不行 裙子太像学生了 和我的皮屑也不搭 人好看 穿什么都好 周瑞看着洛家的脸色 挑选了一件连衣裙 把洛家推进更衣室 付钱回来时 在外面转圈催促 家家 要快些了 洛家终于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出来 对着镜子皱眉头 颜色不搭 鞋子不配 腰身偏粗 处处不满意 还是回家吧 我们在新加坡一起挑的丸礼服 而且我这么劈头散发的 怎么上场唱歌 家家 唱歌肯定是赶不上了 周瑞拉着他强行离开 洛家是没有范儿 误宁死的性格 甩开周瑞说道 不行 这样去 我一年都抬不起头 固执的周瑞做了销售 学会了变通 夸奖洛家说道 说真话 你穿什么都好看 很老徐的感觉 是吗 洛家贴近镜子 他喜欢徐静雷 周瑞拍对了地方 继续拍 家家 你穿着打扮 可是已经到了 见人合一的阶段了 你就是时尚 时尚就是你 一草一木在你手上 都是神兵利刃 神兵利刃 洛家很少听见周瑞夸奖 故意让他继续说 一块布 一根丝 在你身上都化腐朽为神奇 硬是把美特斯邦威穿出LV的板 周瑞受了鼓励 绞尽脑汁 顺着使劲地想着他爱听的话 嗯 我决定买这件了 洛家岂能听不出来奉承的味道 时间确实不允许回家 他换上连衣裙 离开美特斯邦威 向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驶去 他一头靠上周瑞的怀抱 轻轻叹气 亲爱的 我好累啊 睡会儿吧 周瑞抚摸着他的后背 还有一场战争 深蓝进入中国的消息 肯定会震惊美国总部 但是现在是美国上午八点多 邮件仍然躺在邮箱里睡大觉 来得急吗 年度晚会是甘以展示的舞台 在未来一年里 女同事们都会念念不忘 男同事则会送来暧昧的眼神 甘以喜欢这种感觉 甚至成为他人生价值的一部分 洛家进入公司 威胁了他的地位 他从众人眼角眉梢之间 感到了变化 他有信心在晚会上 重新压倒他 夺回上风 洛家将在光环下褪色 气场被挤压到爆裂 然而 洛家参加招投标 晚会就要结束 他还没有感到 甘以卯足了劲 敌人突然消失 这种感觉很不好 他撇撇嘴角闪亮登场 与一众演员合唱 如同春晚 大幕落下演出结束 谢幕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甘以向台下一指 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CEO 格什纳先生 指挥大象翩翩起舞的男人 十年前 杰克巨亏 人心惶惶 华尔街预测 这家拥有百年历史 和四十万员工的 美国企业的领袖 即将衰入历史的尘埃 格什纳走马上任 壮士断腕 将员工裁减一半 引领公司转型 从硬件制造商 转变为四海一家 解决之道的供应商 杰克 焕发青春 业绩长青 格什纳也成为 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领袖 他像皇帝一样登上讲台 这是他的风格 他的威严可比凯撒 他的战术如同拿破仑 他的铁腕可比匹斯麦 他的讲话方式 如同新闻联播主持人 如果我现在二十几岁 我肯定不会生活在美国 而愿意来到中国 会场上掌声如雷 格什纳等动静平息 继续说道 你们很幸运 在最好的时间 来到最好的市场 服务一家 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又是一阵掌声 气氛活跃 格什纳直接了当地进入正题 按照中国的习俗 春节算是过年 那么新年刚刚开始 每年我们都必须有一些变化 变化有两种 一种是你自己想变 还有一种是别人逼着你变 我们不喜欢第二种变化 却不得不面对 我希望大家保持积极的心态 用中国话说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格什纳突然停止讲话 摘下眼镜放入口袋 指向第一排 赵大群在聚光灯中站起来 攥着组织结构名单走向舞台 与格什纳擦肩而过 雷力行曾在总部担任格什纳的助理 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赌博 他站在讲台上 灯光聚集 他先用半个小时总结了去年的业绩 报表有意无意地停留在屏幕上 雷力行的名字显著地出现在最后 这其实并不公平 雷力行年底才开始负责这个市场 赵大群开始介绍新一年度的计划 今年我们将继续深耕客户拓展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新兴行业不断涌现 大有超过传统行业的趋势 医疗健康 零售连锁 能源交通 迅猛发展 这是新的战场 我们是逃避还是迎战 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应答 赵大群抓起麦克风走下舞台 用挑战的语气 刺激着近在咫尺的员工们 我们面对还是逃避 我们是勇于搏杀的战士 还是回家抱孩子的懦夫 每句话都抽打着听众内心的骄傲 激起强烈的反弹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大喊迎战 赵大群继续鼓动士气 迎战 你们怕吗 声浪汇聚进来呐喊 不怕 赵大群激荡起气氛 有意无意地来到雷利行身边 笑着问道 李行 你怕吗 雷利行的面孔 被摄像机投射在大屏幕上 他露出了笑容 害怕 有用吗 很好 可是 输了怎么办 赵大群挂着狡黠的笑容 麦克风举在雷利行嘴边 仿佛拔剑在手 以他高手的风范 必然一招致敌 绝不给对方生机 这句话暗示性非常强 输了便要被心沉代谢 谁都不能例外 雷利行站起来表态 商场如战场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没什么好说的 赵大群要的就是这句话 收回麦克风 返回舞台 今年将是迎战的新一年 我们将投入重兵 不惜代价 不惜牺牲 毫不退缩 我们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他等掌声停歇 将音调放低 看着黑压压的听众 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 个个歼灭敌人 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的事情 我们不做 细分非常重要 我们要把市场切割出来 在局部形成绝对优势 配置资源 灵活应变 团队也要细分 形成新的作战序列 这个道理 大家都懂 但是做起来 可不容易 我流血流汗 打下市场 我的地盘 怎么好端端的 交给别人 我的下属 为什么独立出去 和我平级 日后还要向他汇报 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道理 你的客户 你的下属 哪怕你含辛辱苦 培养出来的团队 并非你个人的资产 而是公司的资产 想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就想通了 众人都听出来其中的杀技 这显然是为组织机构 调整做铺垫 五六千人屏住呼吸 气氛凝结成冰块 赵大群是讲演高手 与其一转 氛围又有不同 如果我们做到细分市场 灵活应变 打下也翩翩起舞 当我们抬起脚步 五步将震撼整个世界 这是带动世界的舞步 赵大群激情思义的讲话 感染着全场 五千人集体起立 鼓掌欢呼 他相装舞剑 意在佩弓 话音一转 现在 有请新的管理团队 与此同时 周锐开车到国际会议中心 洛家又改了主意 北辰购物中心就在旁边 去看看 周锐毫不退让 跳下车 拉着他的胳膊 按着他的头 拱出了车门 牵手走进国际会议中心 迎面看见公司的标志 想起禁止办公室练情 甩开洛家 保持一步距离 让洛家眼嘴呵呵直笑 伸出手来 干吗 有什么不干 周锐流露出自信的笑容 办公室练情有什么可怕 何必躲躲藏藏 洛家点头 自从破去心理障碍之后 周锐流露出强大的自信 压倒一切 会议大厅门口站着一排 副总裁级别的主管 周锐带着笑容去打招呼 洛家更不怕声 也不怕高层 抢前几步 他天生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范儿 副总裁们也客气地点头 两人手拉手地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洛家眨着眼睛小声道歉 对不起 迟到了 白色连衣裙从西装革里中穿行 他吃力地推开大门 聚光灯追踪而来 不是应该出现的高级管理团队吗 为什么是一身雪白连衣裙的洛家 他没想到这么大的阵势 很有范儿的侧头 向会场摆手进入红地毯 周锐看出情形不对 没必要用这么大的阵仗欢迎吧 他不能丢下洛家 手拉手肩并肩向前 五千名捷科员工中 有四千人看出意外 五百人糊里糊涂 三百人分心 仍有两百多人 不怀好意的鼓起掌来 带来更多糊涂的掌声 洛家看不清楚黑暗中的座位 将错就错 抬头挺胸 顺着红地毯 向舞台大步走去 直到被台阶上的干衣拦住 应该出现的管理团队还在门外 却跑出了一身连衣裙的洛家 干衣是又气又恼又好笑 怎么能穿连衣裙 参加晚会呢 他故作幽默地把麦克风递过去 洛家 你什么时候加入公司 四个月前 洛家在台阶下 低干衣一头 彻底没了气场 穿着美特斯邦威的连衣裙 算是丑大了 所以 你还不知道 晚宴的着装准则 干衣站进了上风 公司最顶尖的美女交锋 观众们是乐不可遏 干衣贴着洛家 用高贵的晚礼服 衬托出她的连衣裙 为什么穿这样的裙子 招头标结束 来不及了 洛家心虚地解释 他想挤上舞台 却被干衣拦在了下面 赵大群做个手势 示意干衣宣布新的组织结构 他立即乖巧地转换话题 很好 我们给你的敬业精神 一些掌声 请入座 干衣转身返回 却被洛家登上舞台 我有个消息 只占用十秒钟时间 干衣意外地捂着胸口 退出半步 洛家干脆地将她挤到一边 赵大群动怒 板起面孔 干衣迅速抢回位置 宣布 请我们的新团队 闪亮登场 灯光熄灭 全场黑暗 音乐响起 周瑞摸黑走到雷力行身边 说道 赢了 雷力行几倍挺直 呃 说说 我们赢下全部的核心设备 包括三十二节点的深蓝 大获全胜 会场两边的巨大屏幕 投射出新的组织结构 雷力行位置被降下来 周瑞极为郁闷 即便赢下订单 也不足以改变雷力行 在职场的挫折 来不及了 组织结构调整 涉及到人力资源 和层层老板审批 绝不可能改变 周瑞和洛家千辛万苦 仍然迟了一点点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雷力行笑着问道 洛家呢 周瑞四处去找 却没有了他的影子 音乐骤停 管理团队一贯而入 甘疑的声音 饱含着激情 我们欢迎新的管理团队 期待他们 在新的一年里 取得佳绩 聚光灯 转向了舞台的中央 应该空空荡荡的台上 却有一个人影 竟然是连衣群 飘飘的洛家 全场愕然 他趁着全场黑灯的瞬间 登上讲台 甘疑觉得好笑 他这个装扮算是丑大了 他却偏要出头露面 洛家走到讲台中间 向台下招了招手 按下麦克风 在我们的年度晚宴上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大家想听哪个 五千名员工 鸦雀无声 一起抬头呆呆地看着洛家 他肯定疯了 年度晚会都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的 从来没有发生过差错 洛家骤然紧张起来 这是他的表演 我还是先宣布不好的吧 这个消息 大家肯定以为我疯了 每个人都会议论我 你们知道 我很低调的 会议中心爆发出笑声 洛家向周瑞招手 上来 宣布好消息 周瑞正在为他捏把汗 聚光灯顺着洛家的手势打下来 紧张地汗流浃背 面对五千人的一万道奇异的目光 手足无措 家家 别闹了 快下来 洛家当作听不见 他一袭连衣群 神态却好像是好莱坞的明星 我听不见 你上来说 赵大群做个手势 甘疑强行按下麦克风 对不起 洛家 你必须下去 不要影响会议 工作人员围拢过来 摆出你不下去 就把你压下去的架势 洛家举起双手 仿佛投降 在离开讲台的瞬间 转向了麦克风 周瑞 写意在你那里 一支麦克风传到了周瑞手中 雷利行的声音坚定而沉稳 宣布吧 周瑞看见他的目光 干脆跳上椅子 面对五千人 心理障碍再生 信心全失 宣布后会有什么后果 对雷利行是好还是不好 突如其来的意外 搅乱了赵大群的布局 重要的发布仪式 被两个年轻人搅局 在葛世纳面前出丑 当他看见周瑞 与雷利行紧紧坐在一起 更加怒气勃发 抢来麦克风 我们是一家有纪律的公司 讲究团队的公司 晚会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传统 你们立即离开会场 他的反应过于强烈 工作人员跑着围过去 打算强行将周瑞带走 洛家从舞台上下来 周瑞 看着我 别看他们 说吧 周瑞目光从纷乱的局面中 移到洛家身上 那么甜蜜和可爱 杂念从心头逝去 向洛家大声地宣布 我们赢下了北京通管局 二期工程 客户决定 采用32节点的深蓝 深蓝风靡全球 是杰克的明星产品 这绝对是重头新闻 五千多节科员工 冷不叮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原谅洛家的胡闹 起立鼓掌 甘乙脑筋急转弯 必须快速了结此事 将晚会继续下去 他双臂拥抱洛家 做出恭喜的姿势 看见裙子的标签 忍不住问道 美特斯邦威 洛家就怕别人看出来 却偏偏被甘乙看见 缩缩脖子不承认 甘乙仍不相谢 你竟然穿着美特斯邦威 参加年度晚会 两人紧紧相拥 在外人看来十分感人 掌声更加激烈 洛家就怕没法 压低声音解释 我有斜肩的晚礼服 来不及回家换了 谢谢这个好消息 恰逢其实 这将是捷克中国公司的里程碑 甘乙推开洛家走向舞台 赵大群渐渐放心 经过这个波折 组织结构调整的格局 不会改变 等等 葛世纳嗅出了味道 阻止甘乙 与赵大群低声交谈 会场灯光闪亮 杰克员工们看出了变故 猜测起深蓝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嗡嗡的议论渐渐变成喧腾 最终沦为可怕的死寂 短短的时间 就如同黑夜一般的漫长 洛家坐到雷里行身边 罗小夕长舒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 你们终于到了 晚一不就宣布了 甘乙宣布会议休息 会议中心门外 已经准备好食物 各种各样的啤酒和红酒 戈士纳与赵大群起身 走向贵宾休息室 甘疑去而复返 雷先生 请来一趟